我欢迎所有代表、所有全球危机、真相知识会议的成员 今天与会的人将讨论全球问题 并为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星球找到一些解决方案 这是我们的家园 所以在伊斯兰传统中我们说 意思是愿和平与上帝同在 因此我以上帝的名义祈祷 这次会议应得到全能的阿拉的保佑 这样在他的帮助下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案 可以拯救我们的后代 神圣的先知愿他平安 在神圣的古兰经中要求召唤整个人类在一个散下 然后他说 所有的人让我们忘记所有的分歧 走到一点上 这一点是什么 我们是一位上帝的造物 让我们只相信有一位造物主创造了我们 是我们生活在这天之下 这天就像我们的屋顶 作为人类 我们生活在一起 因此 伊斯兰教的要点是 我们都聚集在一起 然后我们站在一个平台上 我们都有共同点 而这个共同点就是人性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为和平 和谐 以及对我们周围所有人的爱而努力 我想呼吁每一个人 这个创造性的社会 主动把人们聚集在一起 不仅仅是宗教人士 或来自某些特定行业的人 而是来自不同生活领域的人聚集在一起 工作的人们 科学家和经济学家 以及所有人 他们都在思考如何拯救这个宇宙 如何在地球上创造这个地方 为我们的后代保存它 作为一个穆斯林 作为一个人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创造这种创造性社会 在自己有限的球体 然后连接在一起 作为一个境 是这种创造性的境社会倡议 我们如何来到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讨论所有不同的问题 然后提出解决方案 我想呼吁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理解一点 那就是在神圣的古兰经中 上帝说 所有的人 没有人会承担你的负担 你们都有自己的责任 你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 所以你们会被问及自己的部分 如果你不完成 你将在那里 为你所有的失败负责 如果我们现在一起失败 那将不是一个人的失败 而是整个人类的失败 然后在古兰经中 上帝也说 就是为他所争取的 为他所要努力的东西 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家人 为我们所爱的人努力工作 也为了整个宇宙的共同努力 如何使地球变得更有魅力 当我们说我们是 说阿拉伯语 意思是我们是上帝最好的创造 那就让我们像上帝最好的创造一样行动了 所以作为一个人 我们有责任改善我们周围的环境 这也是创意社会在全世界所做的 他们都是志愿者 我相信上帝的祝福将与他们同在 因为他们正在进行 一项非常积极和崇高的事业 我再一次向这次全球危机 向之时会议的所有与会者致意 所以他们有 我相信我的祝福 神的祝福是在他们身上 他们在一起这个平台 来讨论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是人类生活的问题 和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连续性 我们都是生活 我相信这将是一种祝福 它将是我们未来一代的一份伟大的礼物 所以我们为他们留下一个更好的世界 而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祝大家取得圆满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